最近过来各种实材轮流企业 尤其是鸡肉和豬肉企业企业 因为国家少许的营养五餐 一等只22块左右 很多家里有担心实材一直企业 将近日会损害核心五餐的品质 管副教主任员对处表示 好好营养五餐的发包和采钢 在品质上都有相关的优惠基制 到目前为止影响不大 在整个发包的过程里面 厂商应该也会把 这个午餐费用的相关计算的一些因素 都会摆到里面去 所以对整个学校在学习中 是影响比较不会那么大 尤其是我们对于投标的厂商 学校都会要求要用当地 或者当季的食材 以降低午餐的成本 另外也能够让学生 使用到在地新鲜的食材 另外还有一个人说 如果实在普通宵大 好好也可以当用够一款 来帮核心加菜 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 这个所谓午餐的节育款 那这个节育款就是用来因应 这些菜价物价调涨的时候 那有时候必须要给学生 再做加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跟准备 本人观众小学校的学会 理事长阳金队也表示 国众小学的营养五餐 虽然是用大量菜港来供给菜家 但是后来都有业务的规定实材品質 比方说肉品它就有规定CAS的规定 我们就检查它是不是配送的这个食材 是不是合乎我们的卫生标准 那学校也有这个监除的这个机制 每天逐日来检查那数量和品质 虽然没坐实材企业的程度 也没影响学校的五餐品质 但是这学期也有三件学校 将五餐会用为五百块起到六百块 以保障学生用餐的安全和豐富 记者 亦面为 蔡王博德